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這一節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有英國媒體報導 說阿里巴巴和螞蟻集團的創辦人馬雲 已經有超過兩個月的時間 沒有在公眾場合會面 這些媒體形容 馬雲現時的情況下落不明 至於第二個消息 紐約交易所原本在上星期 就說要按照行政命令的要求 將三隻中國電訊巨頭的股票除牌 分別是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和中國電訊 來到今天紐交所正式跪下了 叫停了三隻股票的除牌程序 有分析說 今次的行動等同於拜登未曾上台 就已經是預先向中國示好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講馬雲現在的情況 到底英國的媒體 憑什麼斷定馬雲現在的情況下落不明 原來《金融時報》報導 說馬雲公益基金會牽頭舉辦的非洲創業者大賽 在去年11月舉行了第二屆決賽 在第一屆決賽的時候 馬雲曾經擔任評判 但是來到第二屆 他的名字竟然從決賽的評審群中消失了 阿里巴巴的發言人回應 說馬雲恐怕不再是今年度的非洲創業者大賽的評審 原因竟然說是日程安排出現了衝突 真是何其荒謬 大家都知道 馬雲那次在上海的論壇當中 幫助官員的面 來批評中國的金融制度 自從那次之後 馬雲屢次遭到當局的約談 然後他已經從公眾視線當中消失了 請問他還有什麼日程呢 根本就是找來講 難怪英國媒體有所懷疑 至於另一份《每日郵報》也有報導 說在決賽之前的幾個星期 馬雲曾經在微博上說過 說急不及待要見非洲創業者的參賽者 但是奇怪的是 馬雲近來沒有更新任何微博貼文 實際上大家可以上去馬雲的微博看 他對上一條的貼文已經是10月17日發布 距離現在已經是將近三個月的時間 到底馬雲在這三個月內在忙什麼 忙得好像不可開交 連更新微博也是做不到 每日郵報就提到 大陸政府對於國內的異見人士 採取無情舉措 並非罕見 他們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大陸的地產大亨任志強 在去年三月那時候 因為抨擊總書記而被消失 在半年之後 他自願承認犯下各種腐敗罪行被判刑 所以現在馬雲究竟的情況又是怎樣 之前分別傳出過兩條關於他的消息 第一條消息 就是說 當局已經勸指他 離開中國的境內 即是說他是被禁止出境 至於第二條消息 就是美國媒體所說 馬雲曾經向當局表示 他願意將他所持有的股份 貢獻給國家 但是似乎國家不為所當 當時我就已經分析過 如果馬雲想純粹是貢獻一小部分出來 就當無數的話 看法也很困難 除非他是願意全部都貢獻出來 這樣就可能有不同的說法 但是他現在走到今時今日 他願不願意這樣做呢 這當然是另一回事 這件事就反映得到 就算在大陸做富豪 都不表示一定有保障 實情 馬雲不是中國歷史上 第一個富豪有這種待遇 也一定不會是最後一個 馬雲的上位就是歷史的偶然 但是馬雲的下場就是歷史的必然 我相信在過去的一段時間 馬雲連自己本人都是被幻象所蒙蔽著 比如說他曾經以為 自己是可以跟李嘉誠成哥平起平坐 甚至乎以為自己已經超越了成哥 但是他應該檢視一下 到底自己身處在什麼環境 什麼制度下而造就他本人出來才行 又或者他本人 就以為自己真是一個富豪 可能在保障方面 比起一般的百姓 更加之多 所以 竟然間傻到 在一個公開論壇那時候 妄議正視 當著大官的面子 強烈批評中國的金融制度 你說有什麼辦法 他是不會出事才行 實情他就是被幻象蒙蔽著 以為自己真是 資本主義社會底下的富豪 所以現在就是撞板 其實他很應該就是清楚一件事 他現在這麼優厚的經營條件和營商環境 究竟是哪一個賜予給他 了解到這一點就會發現 他現時被收割簡直就是順理成章 接著就看看第二單的消息 紐約證券交易所就宣佈了 不會繼續針對中國三大電訊商 實施除牌的行動 中聯通和中電訊發公告說 目前會繼續在紐交所上市交易 而且會繼續密切關注相關的事項進展 實情這件事可以說是 未登天子為先自殺人刀 就是拜登的一種僭越行為 因為特朗普總統在去年11月的時候 他就簽署了一套行政命令 禁止美國的個人和企業 投資那些被當局認定為有中國軍方背景的中資企業 後來中國的三大電訊商 就被列入了這份名單當中 所以才啟動一個除牌的程序 現在這次出爾反爾 明顯地 就是紐交所背後的金融大鱷 所代表著的利益團體 根本上已經認定了 拜登一定會在1月20日上台 於是 早在他上台之前 就已經 預先叫停了除牌的程序 擺明是當現任的總統沒有到 因為在這班人的眼中 他們就會認定了 一旦拜登上台的時候 他都會推翻部分特朗普時期 所簽署的一些制衡中國的行政命令 現在看怕如果拜登真的上台的時候 這道行政命令就相當高危 為什麼呢 因為這道行政命令就等同於 啟動了中美之間的金融脫鉤程序 現在紐交所這一下彈工手 就等同於是告訴全世界 根本上他們背後那班 這樣的利益團體 就不想啟動這個 中美金融脫鉤的程序 事實上 無論是這些金融大鱷也好 或者是華爾街也好 他們跟拜登根本上就是一個 利益共同體 在他們的眼中 反正你這道行政命令 過到初一也過不到15 與其在下星期啟動除牌的程序 不如就趕快叫停了他 索性不要搞那麼多 大家繼續發財 繼續賺大錢就算了 大家可想而知 這個拜登還沒上台的時候 紐交所已經急不及待地跪低向中國示好 伸出了橄欖枝 你說拜登 他怎麼會對華強硬 或者是聯歐抗中才行 所以歐洲不理會拜登 就相當正常 根本上你自己 那些人都還沒搞得到 你紐交所在你未上台的時候就已經跪低了 你叫歐洲肥婆 麥克爾叫他不要簽署中歐投資協定 他怎麼會聽你說才行 大家當然是鬥快去舔的 有利益就 因為他已經預視得到 你拜登本人也是會去舔 他怎麼會理會你 所以 那些評論員經常說 拜登上台會以另一種形式來對華強硬 或者就經常吹捧那個所謂的兩黨共識 這些全部都是在說謊 是說謊的 拜登怎麼對華強硬呢 現在就已經反映到了 是不是 你說聯歐抗中 這些完全就是被歐盟打臉 歐盟都不理你 你怎麼聯歐抗中 你過往的往績根本上就是 乃中而不是抗中 你抗什麼中呢 是不是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評論出來 是不是反賣一些假的希望給人 我這個節目就不喜歡講假話 有那一句就講那一句 你是事實就講事實 不是那些就不要講 為什麼要吹捧一些假的幻象出來騙人呢 又說說兩黨共識又是謊話來的 兩什麼黨共識 是不是 你比如說過了這個香港人權法 過了就怎麼樣 你要看一下那個執政當局 行政當局是哪一個做總統才行 如果是由特朗普做總統的 結果他拿著這個香港人權法 他就會像過往的一年半載 來執行 至於拜登上台之後他會怎樣執行 大家都預視得到了 是不是 所以還在這裡說兩黨共識 怎麼兩黨共識呢 請問 經常說國會 有兩黨共識的情況下 就可以很快通過某一些法例 通過一些法例 你要視乎 究竟他怎樣來貫徹執行 如果這個行政當局本身 都是軟弱的 都是廢柴來的 都是閉腳鴨來的 他怎樣來執行 說謊 簡直是沒有譜 我們這個節目 就永遠只是有那句說 那句 局勢變頑了 那就是變頑了 你就告訴別人是頑到一個什麼的程度 我就不喜歡反壞假希望來騙人 有些人還催到 說中歐投資協定是沒有問題的 中歐投資協定擺明 就是當你那些什麼香港問題 新疆問題是廢的 如果這兩個問題 在歐盟的心目中 真的緊要得那麼厲害的時候 他就不會跟大陸達成得到這個共識 來說 已經是談判完成了 是不是 經常說後續怎樣來 商議的法例 他也是商議怎樣來執行 你那個新疆問題香港問題 已經是沒有了角色 然後同一班人 就經常去吹捧拜登 就說一旦他上台之後 就會扭轉特朗普的所謂單邊主義 就會推行所謂的 多邊主義來聯歐抗中 當時他還沒上台 泡沫已經是爆破了 歐盟擺明是不會理會拜登 所以說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困人 如果未來那四年 真的不幸由拜登上台的話 由於拜登本人 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 都是處於一個相對的弱勢 恐怕美國 再難以來 去主導國際的形勢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